2013年11月30日 一个婚姻与平权争霸具体呈现在大众面前的一天 在这一天由下一代幸福联盟主办的为下一代幸福站出来游行 正在凯达格兰大道如火如荼的进行着 我们感受民法救起来 我们真正爱台湾 文件场内如嘉年华般的集体欢腾 但此时场位的正反攻节才正要开始 订阅广告 路纸杂签登广告 同志婚姻别阻挠 同志婚姻别阻挠 我们都爱下一代 我们都爱下一代 婚姻平权一起来 本来这已经够混亂 台湾的离婚率已经很高了 我们不希望这个年代又告成更混乱 男男女你配不清的话 再下一代我的孙子要怎么弄 他叫爸爸叫妈妈 我会觉得说你就是认良很多男孩 整个爱心 我真的很欢迎 洪水最会让你们去认养一百个小孩 一千个小孩 我们都很欢迎 我们要对鼓掌 我们还跟你歌咏一下 可是你不能在这个时候 做的东西不是很真理的东西 你懂的是什么 我们尊重你们 我们也爱你们 因为毕竟这个时代已经改变了 对不对 可是我们不希望你以少数来 瑕疵多数人的意见 对不对 我们是从于大多数 我们就老了 就是大多数我们看的都是 一个爸爸 一个妈妈 一个小孩 大家就有叫爸爸有叫妈妈 他说搞不清楚 我叫我爷爷叫我奶奶啦 对 就是搞不清楚 今天我们讲的是一个平权概念 他们这个东西不是指他们所谓的被雾名化 过来义父义期 因为义父义期还是存在嘛 全台湾 全世界 十七个国家已经平权了 已经到婚姻通知了 他们还没有多元成家 可今天三个法案 就只有一个法案 同性婚姻 只有同性婚姻 禁赴易毒 还没有多元成家 也没有什么多逼 也没有什么一堆 莫名其妙杂交东西 也没有什么破坏性忠贞 也没有性除罪话 也没有通权除罪话 今天同性恋毒和外语 也照样也要被受到谴责 也照样也会受到婚姻的法律的制裁 今天禁止是赋予他们平权的权利 今天台湾是个平权国家 我们不是反对一夫一妻 而是让他们有结婚的权利 为什么大家在这时候 我刚讲话 你们也可以讲 告诉我 一夫一妻 反对同志婚姻 最大的理由是什么 告诉我 同一时间在凯道的另一边 伴侣盟在立法院群衔楼外 号召群众排出婚姻平权四个大字 并且举办婚姻平权公民论坛 公开讲述婚姻平权的重要性 同志婚姻平权是有人权上被爆章不同的地方 我们要修法支持同志婚姻平权 但是我们不能违反了我们华人五千年来的价值 那华人以前的价值是一种价值 然后就是刚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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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 看到新春风水让这么棒的一部 正面性交易的片子 然后总共有三十四个钟 它只被简化成两种 就是只被简化成两个意思 一个叫做敏感带 一个叫做人寿教 那如果大家相对在电视中是真的 我身为一个纳税英语人 我就要开始怀疑 我们的活在教育上面是一个证券的方式 那如果我们的教育没有办法教导大家 用媒体试图跟谈论试图 那么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更互相度去进行性别平等教育 而不是像他们说的性别平等教育的平等两个字要拿掉 然后把性别变成两性 然后第二点我要跟大家讲的是 我刚刚也很认真的听了一下 为什么他们注重同性恋 但是他们反对多元重家 因为我刚刚看到的数学公式是这个样子 多元重家等于性结法 性结法不等于同性恋 因此同性恋不等于多元重家 这个是我刚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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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同准双方在大众媒体上的论述及呈现方式 在把你们论述中多注重在制度面上的介绍 对于婚姻平权法案的价值面论述 则认为现有制度的歧视和不公 已经对同志族群造成伤害 应该从法律保障同志的权益 才能达成真正的公平 我会认同一个人 其实亲自然的一起 尽管也是一种的尽量 在身上啊 她们在内无法逮损 她们对她们的总体变得很好 但是她们从来还没有 前几个年 好几个年 她们是不是这样snaنا 她们在背景 spider 她们在好处 和提供人照片 她们在特色烈 而下福盟者是如影片中的论述 多影射同志对于社会的影响 如性解放、生育率低、爱知问题、高离婚率、 传统家庭价值的破坏等 再以幸福家庭的想象和期许作为节育 企图号召不同族群的反对者 而记者就伴侣盟现行多元成将相关法案的推动分成三部分 第一部分为婚姻平权 即透过修改民法972条 不限性别皆可结婚 而在第二部分则是伴侣制度 访法国伴侣法案 为伴侣兼形成更为弹性的法定关系 而此制度不得与婚姻制度产生的关系并存 此外,实际写清异部的缔结关系 第三部分的家属制度则是因应当代多 不婚单身现象 为此非伴侣关系如朋友等 共同生活能得到法律上的肯认及权利而制定 此外,部分学者如杨婉营、廖元豪等提出 婚姻平权为何急需在法律上受到肯认 为什么这是一种歧视呢? 因为性倾向 当然有人说是天生的 有人说是后天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 它是一个很难改变的特征 而且第二个,它是跟你身份认同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这跟我参加某个社团 这跟我喜欢打篮球,那是不一样的 我喜欢玩某个东西,那是偏好 政府可以管偏好 有些每个人偏好不一样 我可以做某种程度的管理 可是不太适合管我一个基本的身份特征 尤其跟我身份认同很密切 譬如说种族 譬如说性别 这我们一定会认为不太适合去政府做差别代理的 那性倾向是一个 就是说我是异性恋者 你现在要告诉我说以法律来规定 我只能跟同性恋在一起 我只能跟同性的人谈恋爱或结婚 绝对受不了 我觉得异性恋人都应该从这个角度去看 这是一个重要的身份认同的特征 很难改变 所以你任何的法律用这一点 这个很难改变的特征来做差别待遇 简单来讲 一定可以结婚同性恋人 我觉得这个就是歧视 这些所谓的社会性的这些权利的背后 其实更重要是一个文化上的社会性的一个承认问题 那我觉得这一波它其实引发这么大的争议 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其实并不是对于那个所谓的社会福利啊 社会健康啊 医疗这些东西去吝啬于给你 而是它碰触到一个文化的核心 就是你能不能正式的去肯认同事的存在 那我觉得婚姻法它是把整个社会价值里面那些浅存的歧视 没有办法去接受的不同的生命样貌 不同的亲密关系 对于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很重要的构成的这个部分 然后它被其实是在这个立法的过程里面 它必须被翻搅 然后把那些不可见的把它变成是可见的 所以这个冲突的过程其实是这个社会在学习一个新的 一个这种亲密关系多样平等的 法律本身在运作的时候 它当然还是会有一定的一个困难 所以其实立法的过程的那个社会冲突 它只是把文化面的那个社会冲突承认的问题 其实把它揭露出来而已 那我觉得社会要去面对这个这样的一个冲突 那才有可能往前移动 那这移动一定不是一步道 总结至此 不论您是支持或是反对婚姻平权 亦或是多元成家 都需要您在下判断前能更加了解每个诉求 且在谈论前了解多元不仅是划分及本质化差异 还需要了解彼此权力的落差 才能突破论述的困境 而距离婚姻平权和多元成家法案的通过 看来还需要一场判断